反日情緒越來越激,北京上訪民眾計劃918大遊行 前日朝日新聞報導,北京駕保釣人士會在明天 918事變79週年遊行,但中國民間保釣聯會否認 不過也有維權律師透露全國各地上訪群眾確實準備遊行 而公安也收到消息,開始監視民眾,又在大使館附近加強保安 日本駐廣州總領事館也公佈,上週四被人訂啤酒瓶 而天津的日本人學校也遭到破壞,外場更加被人寫了字 領事館呼籲在中國的日本人明天不要去人多的地方,同要小心言行 而福建漁船船長尖旗紅仍然被日本扣留,外交部再呼籲日本放任 否則無法消除中日關係的障礙